最近Brenda有些奇遇 她就回來 她就說這個世界上 想不到有很多好人 我說是呀是呀 你看到幾個都是很好的 她就說有一天她就下班 她就回家 她就去我們廣播道下 就遇到一個好人 額頭作字好人兩個字 不是 她就第一件事 她就回家 她就想著很肚餓 不如先買點東西吃 她走到廣播道底 我們那裡又當栗子 她就買了一點 我想多人就多了 多人就多了 多人就多了 人家爛肥 她就這麼肥 總之她就買了一包栗子 回家吃 她就折的士 一上的士 就說了自己去哪 那的士先生就說 你不吃你那些蜂蜜 冷的了 Brenda就說 我打算回家才吃 這樣 這樣 她說 那的士先生過了一會 她就說 那你可不可以給我一顆 Brenda說 這個不是好人 不是… Brenda說 好… Brenda給了幾顆人 她是孤寒的 又不整包給人 就給了幾顆人 我想她就… 那個人就連聲說謝謝 馬上剝幾顆 她說 我很久沒吃過蜂蜜 現在突然很想吃 她突然問Brenda 你肚不肚餓 Brenda說 我不是很肚餓 我回家吃飯 她說 我有份渣文字 她印字一半 她是不是放在褲袋裡 那我怎麼知道她帶在哪 總之Brenda 都挺好笑 覺得因為 實在是 很難…有時 很難遇到這樣的朋友 因為 你給她一封 她有個三文字 就是願意跟你分享 共進晚飯 這件事挺好的 我想 我聽說 亦都看這個大銀幕的時候 都有涉及到 外國人都挺喜歡 將午餐交換 其實… 目的就是擔心她老婆唸她 所以就交換一些給別人吃 可能吃得多老婆煮的東西 所以… 是不是很喜歡交換 你要吃別人老婆煮的東西 這個是不是事實 是不是很喜歡交換 就… 很難說的 各有各人吃東西的方法是不同的 有些人喜歡交換 有些可能… 你求她也不肯 例如她今天吃燒鴨腿 你又吃爛鬼麵包 你當然想跟她交換 那她不肯… 她不肯… 她不肯… 可能她不肯交換 可能是你老婆特別兇 怕被你老婆唸你 經常唸我 這樣也不奇怪 曾經認識我一位朋友 她問過 為何你們在節目裡 搞不搞會說這些花邊新聞呢 我回答她 目的就是… 因為報紙這麼大張 而且香港這麼多份 有時未必會看到這些新聞 而有些新聞又挺有價值 譬如說我今天立了一宗這樣的東西 蘇不知你有沒有看過 就是… 在美國已經是用人造的血液 成功地輸在一個人的身體裡面 但是最妙的地方 不是這個是第一次 而是日本已經進行 超過五十次了 但是以前 好像沒有什麼人提及 日本的五十次成功的手術 但是這次是會提的 為甚麼呢 因為這次輸進去的人 就是… 有些… 大人物? 不是…背景是比較特殊 因為這位人流行信教的 那輸進去那些非造物主做的事 本來她就不是很高興的了 但是她的身體裡面 真的嚴重貧血 非輸這些血不得 原來如此 那現在想起一件事 就是…譬如你說吃豬紅 那你也要殺隻豬 那你也要殺隻豬 吃牛紅 那也要殺隻牛 人紅 現在通街也要有人紅色 會不會這樣呢 不是… 因為做人血好像做豆腐那樣 大家都是… 這樣混那樣 我想她未必是紅色的… 雖然說是人血而已 藍色不通 它都是化學物品 化學物品 用來就是培植你自己的紅血球 讓你自己可以繼續生長紅血球 這種就是代用品沒有用的 希望你的體力恢復 甚至你的抵抗力增加 但是說這麼多紅 你最喜歡哪種呢 什麼意思呢 你是不是豬紅和牛紅 豬紅和牛紅 沒有樣紅我喜歡 那你就錯了 我最喜歡一種 什麼呢 花紅 東哥說人的基堅 正在換部份 還問過你 你預備捐些什麼出來 堅決拒絕你不肯 現在似乎想少一樣 只逢十字會經常呼籲 別人捐血 這些運動 如果這個人造血 真是這麼洗得的話 真是大可不別 你覺得是沒有 這件事其實是不錯的 但是我自己經常想 既然現在那些可以說 醫學那麼聰明 人的壽命就會不會 越來越長 但是記得看那些神話故事 甚至乎比較真實感的故事 記得很久以前 很久以前 甚至乎真的 不懂得說到這麼久以前